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啊 这大小河卓率领着自己的部众跑了 说句实话 这赵慧啊还真没想到 赵慧以为啊 这叫门中人吗 那突出的就是一个宁 怎么着 也得胜战到底啊 说实在的 这赵慧已经做好了 在这喀什嘎尔和叶尔强丞相 和这个大小河卓就拼了的决心 就没想到 这大小河卓的心眼一活动 颠了 那么说这哥俩 他是怎么想的呢 要说这大河卓呀 他柔和一点 他就不愿意啊反清 从一开始到现在呀 他都是一直在埋怨这小河卓呀 举起反起 完全是自不量力 打得过 打不过这八旗军呢 都是给自己招事 哎你作为一方的宗教领袖 吃香的喝辣的 出门有人抬 抱胳膊跟你就忍了就完了 说总比咱们哥俩呀 被囚禁在北疆 在这准干儿韩国租人质 要强的多了吧 在那儿啊 可不但被囚禁 还真得到草原当中啊 去放羊去 在大河卓 波罗尼都的心里呀 哎他就认为这小河卓呀 是好日子过不了 活租 但是啊 咱们有门说门 这哥俩的感情啊 确实很深 从小就是抱团取男 两个人啊 在苦难当中走过来的 在乾隆22年以前呢 这哥俩一直囚禁在北疆 准干儿韩国 哎 一直给人家当人质 这哥俩的感情啊 是在苦日子里 一天一天积攒出来的 所以现在大河卓 对小河卓的这个感情就是啊 即便知道弟弟做错了 也得支持 而且呀是鼎力支持 虽然自己心里呀 很害怕 很有怨言 也只能如此了 那这小河卓说呀 哎 咱们现在呀 在这叶尔强 喀什干儿待不住了 得出去夺夺 避避风头 那就听他的 所以这大河卓 才决心跟小河卓 一起出逃 那这小河卓 就有点魂不练了 那他真怕了吗 他真没怕 他就是想啊 把自己的不重带出去 以免呢 在这个叶尔强城中啊 让清军包了饺子 搞得最后是全军覆没 哎 那句时髦的话 怎么讲的来着 今天我们呀 这个大踏铺的撤退 就是为了明天 长驱直入的进攻 这迈出叶尔强城 逃跑的第一步 他就下定决心 迟则有一天 也我还会回来的 哎 那后来他回来没有 哎 他还真回来了 只不过呀 形势不太一样 这是后话 咱们过两天呢 就会给您详细的聊 虽然这哥俩呀 是共同出逃 可是却抱着不一样的心态 赵慧这边呢 这清军呢 进了叶尔强城 喀什嘎尔城 出榜安民 先让这个老百姓啊 安抚下来 然后啊 就是出兵三路 去追击大小河竹 具体这哥俩跑哪儿去了呀 不清楚 哎 但是有一点很明确 这哥俩呀 奔西跑了 跑进了聪陵 也就是啊 帕米尔高原 有探马来报 从这个沿路的轨迹上分析 以及秦霍回人的口供中得知 这大小河竹 很有可能先奔西 然后再向南 就往巴达克山跑 那这先头部队是谁呢 就是明锐 英俄齐喷山一场大战 让这个小河竹兵啊 在塞帮子上 捅了一个窟窿 那个明锐 复查明锐 这明锐呀 出身明门 并且是内亲 论着呀 他管这个乾隆皇帝 可是叫大姑父 他亲姑妈呀 可就是孝贤皇后 这就好明白了 这大学士复衡啊 是他亲叔 扶长安 扶龙安 扶康安 这些个安门呢 那都是他兄弟 哎 亲叔吧 兄弟 您可别小瞧这内亲 明锐呀 可真不靠 自己这国舅爷 仨字活着 在军中冲锋陷阵呢 第一体现的就是不怕死 要不见呢 也不会呀 在这南疆 只有有他参与的大战 他都是打前锋 所以呀 才闹得一身伤 他也是刚从北京回来 呼尔门大姐以后啊 他就被送回北京养伤了 这伤养好了 归队之后 刚回南疆啊 就领了这么一项艰巨的任务 这赵辉让他率领两千骑兵 冲在前头去追击大小河竹 进了冲岭 追击了半月有余啊 终于发现了大小河竹的踪迹 说实话呀 这事他巧了 本来在岔路口啊 奔南拐呀 他才是去巴德克山的 往南执行个三五日啊 就是著名的瓦罕走廊 可现在说呢 就是这个阿富汗呢 唯一能通到新疆的一条这个山谷糊涂 由这个瓦罕走廊啊 一直奔西 那儿啊 可就是巴德克山韩国了 这大小河竹商量的可就是笨那儿 可这明锐呢 从这山口处啊 他就向了北了 往北是通哪儿啊 通安吉岩 那有人就说 前两天你不是说呀 这大小河竹要往霍汗跑吗 哎 也叫做浩汗 我给您看张地图啊 您就明白了 这是我呀 在这谷歌地图上切下来的 您看这安吉岩呢 实际上距离这个浩汗呢 非常近 可现在话说呢 他们都属于啊 吉尔吉斯斯坦 所以说呢 这俩地儿啊 您可以理解为 就是一个意思 那这明锐 为什么反其道行之 他奔北去了呢 因为他知道拐过山谷来啊 就有一个湖 叫卡拉湖 那儿啊 是传统的牧场 因为这明锐军中啊 人还行 哎 可是这个马呀 已经受不了了 这冲岭当中啊 也就是帕米尔高原的 平均海拔五千八 也就是在巴帕 这些高原草场上 才有牧草 其他的地区啊 不是常年积雪 就是大冰川 再不接呀 就是大石头 这人呢 吃点随身带的肉干啊 可以冲击 这马可不行啊 他没有牧草 这马就活不得 所以这马呀 严重的掉标 不能战斗 这明锐是想先把自己的人 带到卡拉湖 修整几天 然后再追击 哎 巧了 就在去这个卡拉湖的路上啊 这明锐 惊奇的发现 大小河桌的步众 就在自己的前方 也就是五六十里的样子 据这个明锐观察呀 这大小河桌 带着呀 差不多两万人的样子 军队呢 这少一部分 老百姓居多 所以这行军的速度啊 是不在这牛车以上 也不在牛车以下 就是牛车的速度 五六十里地呀 这这个明锐 带着的骑兵而言 追上去很容易 这明锐就琢磨着呀 哎 不能着急 我这加到一块 才两千人 哎 追上去容易 打起来难 怎么才能够啊 这追将上去 这一仗下来 就能得到最大的利益 才是真格的 首先这明锐 让自己守得去 这些士兵啊 先饱餐战饭 然后呢 就是精选战马 一看这些马呀 哎 惨了 在帕米尔高原 连续的行军呢 对这些马伤害极大 伤口啊 他不是人 人呢 受了点伤之后 包扎好了 还能一咬牙 打个冲锋 这马可不一样 哎 他要是受了伤啊 首先他不让你骑 即便你和这个马 感情好 勉强让你骑上去呀 他也是一瘸一拐的 冲锋是没有可能了 说你用鞭子抽管事吗 哎 管事吗 抽极了呀 他就踢你 再不接呀 他还咬你呢 这明锐挑挑拣拣呢 也只能挑出 一千三百名战马 按照这个一马一人算呢 也就是一千三百名骑兵 这明锐就带着一千三百人呢 先冲上去了 当然了 有他们准备这功夫啊 这大小合卓呀 又走远了 润 六月二十五日 那明锐的部队发现了大小合卓的踪迹 带到这一千三百人 赶将上去和大小合卓殿后的部队交手的时候啊 实际上已经是润六月二十八了 第一个碰头仗啊 打的就不好 为什么说呢 这清军呢 人的气势还是有的 可是这马呀是真不行 一冲锋啊 腿就软 腿一软呢 就卧槽 这第一轮仗打下来呀 虽然这仗打的不怎么样 但是明锐也有收获 他发现这大小合卓呀 前边走的是百姓 后边殿后的是军队 这百姓有多少人呢 暂时不好估算 可是后边的军队呀 大概有七八千 不但如此啊 还抓了俘虏 可是也能看出来 这大小合卓的部队呀 人数上 虽然远超出追击而来的清军 但是他们可不练战 只要你追不上我呀 那我就是跑 你要是追上来之后呢 我再跟你死磕 但是前边的老百姓啊 还是不回头的一直奔北跑 人家呀 不跟你这练战 明锐在当天安营下寨之后 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审讯俘虏 因为这明锐他好奇呀 他有两件事 他整不明白 这第一件事啊 就是你们也人人骑马 你们的马吃什么呀 俨然的吗 这大小合卓呀 也没成堆成山的 拉牧草 要说这大小合卓 带领了自己的部众 进到帕米尔高原呢 可也有些日子了 可这些战马呀 没拉标不说战斗力还很强 一审这群俘虏啊 这明锐才算明白 这俘虏交代呀 说在投进山之前呢 我们就有准备了 您看我们队伍里拉的呀 全是大麦 每天呢 有专人的把这些大麦 烧上水 让他发芽 咱们都知道 有这么一种糖果啊 这北方呢 叫什么呢 叫糖瓜 南方叫麦芽糖 这大麦一发酵 发芽之后啊 会产生大量的糖分 这大小合作的队伍 进到山里之后啊 有牧草的地方 也不让牲口啊 广吃牧草 要掺一些这些 发芽的大麦 在没有牧草的地方呢 干脆就直接喂大麦 所以这些马呀 不但不吊标 而且非常精神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啊 这大小合作 在进山之前 对这件事情早有准备 他们对帕米尔高原山中的情况啊 远比这清军了解的要多得多 史书原文就这样记载 说这些俘虏交代 沿途繁育五草处 具以大麦四马 这明说一听啊 这主意不错呀 以后咱们呀 也得这么办 并且把这件事啊 记录在岸 传给了后方 告诉这个后援部队 也得这么办 多准备大麦 问完了这件事之后啊 那就是第二件事了 这大小合作呀 明明是奔巴德克山跑 怎么又改向安基岩了呢 这俘虏说呀 回大将军 这事儿他我也知道 一开始啊 我们这个巴吐尔汗 指的是小合作 这小合作不是给自己封了个韩王吗 叫巴吐尔 这巴吐尔汗呢 就是英雄的大王的意思 他说我们这个二家韩王 一商量啊 决定是要去这个巴德克山 这件事情一公布出来呀 就有很多跟随我们二家韩王的伯客们 不乐意 这大小合作手下有很多的伯客 不是来自这个安基岩 就是来自浩瀚 这些人他们当然愿意回家了 他们不愿意跟着大小合作 往巴德克山方向跑 也就是凭着我二家韩王的微信 才勉强让这些伯客 跟着去了巴德克山 可是啊 就在五天以前 我们得知啊 后边清军的追兵到了 从山口算起来呀 往巴德克山走可就远咯 如果要是奔安基岩呢 这个路线比较近 路上啊也相对好走 加上这军中这些伯客一山户啊 我们这二家韩王也只好就同意 改变了原本去巴德克山的计划 大队人马呀就奔北下来了 明锐听完这个回人的招队之后啊 自己不敢拿主意 就把自己的两员副将 一位叫艾隆阿 另外一位叫温布 叫到了自己大仗当中 商议一下 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三人商议之后决定啊 虽然这兵力悬殊 但是还是要攻将上去 这温布将军说呀 虽然这个合作兵众多 但是军事素养远不如我八旗 一旦这敌军出兵阻击呀 我看咱们以一敌散是肯定没问题 这艾隆阿又说呀 现在最关键的呀 还是马 我刚才又清剑了一下 能出营追击打仗的战马呀 还有九百匹 并且呀 这九百匹马呀 也是勉强能用 这么算下来呢 这九百匹马呢 也就是九百骑兵 多了 咱们可没有了 这明锐沉思了一会儿呀 咬了咬牙 说呀 就这么着 够用了 明日早开战犯 咱们是出营追击 这将士自当奋勇 至于这仗能打到什么样啊 就看这个老天保佑靠皇上保佑咯 殊不要麻烦 转眼呢 刺天明这三元将官一级行事 带领着九百骑兵啊 可就杀出了营寨 顺着大路可就往这个大小合卓逃窜的方向追下来了 那这还不快吗 没用两个时辰呢 就碾上了大小合卓的行军队伍 哎 一看呢 这些合卓兵啊 人家也不傻 他们知道自己的战斗力啊 远不如这些八骑 他们不会啊 冲奖过来和你八骑兵 一刀一枪 一弓一剑的对决 这些人 早就选好了有力地情 埋伏在高充 趴在山岗之上啊 就是像你下边的八骑兵射击 不是牌子枪啊 就是弓箭射 这些合卓兵占据的这个有力地形 也就是这个山岗啊 叫做霍斯布鲁克林 这条通往安吉岩的大路啊 就在这条山岭中间的爱口上穿过去 六七千的合卓兵守住了爱口 为的就是拖延时间 让前边的老百姓啊 加紧行军 赶紧往安吉岩方向跑 这明人一看他们不下来 这么打下去啊 就是个消耗战 那不就成了这个户门大战 开头两天的形势了吗 这敌军占了有力地形啊 打得我们都不能抬头 那没办法呀 焦上火了 想往前撤呀 现在是不行了 于是啊 这明人就指挥着自己的枪手炮队 往山上还击 这一下子就体现出这大小合卓 兵力上的优势来了 这清军躲在石头后边啊 就觉得这山上头啊 这飞子啊和下雨一样 噼里啪啦的就落江了下来 据这明锐后来的奏报说呀 苦攻了三个时辰 也不见效果 那怎么办呢 宣传攻势上吧 于是啊 就派一些回兵啊 向山上喊话 那意思就是说呀 我们呢 只抓这个大小合卓 与其他人无关 若有这个合卓兵啊 抓住这个大小合卓 陷到我军营中是必加恩赏 升官发财大大地 可是啊 他们算错了 要说这些老百姓啊 可能不太愿意跟着大小合卓出逃 可是啊 现在留在大小合卓身边的这些士兵啊 不是这个强烈的宗教主义者 愿吧 这呀 就是这个大小合卓的死忠 所以喊了半天话呀 清军的这些宣传攻势 是屁用没有 你这喊的声越大呀 上边枪放的就越欢 并且现在这山上人发现呢 来追的敌军呢 无非也就是这九百人 我们这啊 有大好几千 怕什么呀 这明锐就发现那山上的敌军 蠢蠢欲动 有攻下山的迹象 这下这明锐呀 可是放心了 就怕你不下山 打消耗战 这九百人 怎么打得过你好几千呢 于是这明锐带着这九百人呢 是没头就跑 其实啊 早就商量好了 拐过山谷来 只要发现这敌军追击 这艾隆俄带领着三百骑兵 埋伏在左 昆布带领着三百骑兵 埋伏在右 这儿的大路两边全是山岗 高低错落呀 埋伏几百人是没问题的 然后这明锐带着自己的三百人呢 望下假败 带着这敌军冲进埋伏圈啊 左右出击 这明锐再带人翻头杀回来 这场大战呢 咱们完全能够以多胜少 就有胜的可能性 那么说书不要麻烦 这清军一计而行 大小合拙的合拙兵啊 那可还就真上了当了 他们就真下了山坡追将上来了 转过山口啊 远远的就看见这些清军呢 丢盔弃甲 是落荒而逃 那还等什么 追吧 这一头啊 可就钻进了清军的埋伏圈 这回啊 可就换成了这清军的上打下 不费辣了 这八旗兵善于的是什么呀 马不射 现在啊 战立了有力地势之后啊 就是往山下射箭 这合拙兵呢 抬头用枪还击 这一下子可就看出啊 这枪的威力 就不如弓箭了 它关键就是速度慢 哎 这一枪放出去之后啊 然后就是先得擦枪筒 往里束火药 再加上炮子 堵上棉货 揣得实漏 举几枪来瞄准 随时激发 这才能打出一枪 哎 一个熟练的这个枪手啊 想开出一枪啊 可现在的话说 也得一分钟 这八旗这边弓箭就不一样了 首先说呀 上打下 占了这么一个地利的优势 其次呢 它就是快 我曾经啊 在网上看到过 一个俄罗斯的小姐姐 用的呢 就是这个拇指勾弓弦的射法 这种射箭的方法呀 和这个地中海市三指勾弓弦不一样 最大的优势啊 就是速度 那个姑娘啊 我操操的数了数 这一分钟射出三五十支箭 没问题 当然了 他练的就是这个 哎 这些八旗兵呢 我看这一分钟啊 能射出二十支箭 也是不成问题的 这会儿的明锐啊 听见后边已经交上火了 也不用假装败退了 翻回头来 带着自己的三百旗兵 可就碾杀上来了 这弓箭放的差不多了 这两边埋伏的清军呢 也都拔出了腰刀 骑身战马呀 是一通冲锋 这下这合捉兵啊 哎 可真吃了亏了 这会儿啊 天色已晚 这些合捉兵就败退下去了 等到第二天早晨 这群清军清点战场之后啊 发现杀死敌军五百余人 活捉了三十多人 缴获了驼马牲畜一百多匹 这清军自己呀 也阵亡了一百多人 不过呢 这一战下来呀 明锐这支部队 可就再也没有追击大小合拙的能力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马用的差不多了 这骑兵啊 靠两条腿去追击敌人呢 这战斗力肯定会下降不少 虽然这仗啊 打赢了 可是明锐觉得呀 没能擒出大小合拙 还是自己的罪过 于是赶紧给乾隆皇帝 上了请罪的折子 这折子里就说呀 陈明锐虽竟绞杀贼众 而未能擒获取魁 且官兵亦有损伤 请指将陈明锐从重治罪 其实啊 乾隆皇帝切到这道请罪的折子的时候啊 应该已经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 说实在 这乾隆皇帝还算是挺高兴 他觉得自己这个内职啊 不错 这仗打得漂亮 以九百之众胜敌人六千余人 杀敌五百 将敌进退 并俘获三十余人 缴获百余头生数 以寡敌众是应以表彰奖励 其实啊 还有一件让大家都高兴的事 这回明锐侦查的 真真儿的 这大小合拙也又改主意了 放弃了去投安基岩 拐头啊 又奔这个巴德克山去了 那有人说这大小合拙 怎么着脾气跟外国鸡似的 一会儿一变呢 这各种原因呢 它也有点意思 咱们明天 接着聊